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长期的从政经验 然后是他也参加过了三次美国总统大学 所以说是他有从政经验非常丰富 可能说是他年龄稍微有点劣势吧 就是估计做四年总统应该身体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乔拜登这次他年龄或者希拉里都是 希拉里比如说上次没当选 他年龄到了这个程度 他就是再也没有参加那个总统的机会了 然后乔拜登也是 乔拜登如果说这次的时候2020年如果说日总统事事交逼 他可能说后来他也不会再也不会去参选了 所以这次是拜登的最后机会 而且是很幸运的 现在是拜登应该是只差六票 就是内华大洲嘛 就是比川普多选票摇摇领先 就是我估计应该他这次演讲了嘛 他说是也说他没有说他自己选举成功 他说等待那个选举选举投票统计结束嘛 但是他也说了就是说 他说这是美国的一个咱们部分蓝或者红 都是说就是美国选举就相当于他是 现在来的是提前让他化解蓝和红方的一个矛盾嘛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可能说是支持蓝 支持红方的然后说 川普被嫌伤可能说他就是有点说主散或者被伤嘛 就是就是乔拜登他就是实验考虑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淡化的自己说是能当心这个高兴 而且说安慰美国的民众 让他就是就是希望是团结美国的大大多数嘛 这就是今天跟他分享了那个乔拜登的一个 和职业的或者是职业政治家的一个经历 和职业的经历 和职业的经历 和职业的经历